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日在莫斯科向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 俄方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如果美方进行核实验 俄罗斯也会对等进行核实验 俄方不会首先进行核实验 普京说 美国想让俄陷入战略失败 还想检查俄方军事设施 对此 俄方不得不暂停履行这一条约 随着美俄中岛条约于2019年失效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这两个核大国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 2021年2月 俄罗斯与美国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了5年 协议将于2026年2月5日到期 该条约为美国和俄罗斯部署战略核弹头的数量设置了上限 即不超过1550枚 俄美两国的核弹头合计约占全球的90%左右 在普京宣布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唐贝格表示 更多的核武器和更少的军备使世界更加危险 他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就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几小时后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乌克兰邻国波兰首都华沙的皇家城堡花园发表演说 他指出 尽管俄乌战事已持续近一年 但乌克兰屹立不倒 此外拜登还宣布美国将主办明年的北大西洋公约峰会 他说明年我将在美国接待北约的每一个成员来参加我们2024年的峰会 一起庆祝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防御性联盟成立75周年 美国环保局EPA2月21日宣布 对引发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故的诺福克南方公司采取全面执法行动 勒令该铁路公司对事故的清理工作负全责并承担所有费用 如未遵守该公司将被罚款三倍 环保局要求该公司识别并清理受污染的土壤和水 支付给EPA与事故相关的任何费用 包括报销该机构向居民和企业提供的清洁服务 诺福克南方公司截至周二中午尚未给予回应 目前该铁路公司已面临来自东巴勒斯坦社区的多起集体诉讼 脱轨事故使得约一英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中国外交部2月20日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 用词相当强硬 通过列举事实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五个方面 揭露美国霸权的种种恶行 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美方做法对世界和平稳定 和各国民生福祉带来的严重危害 综合五大章节 报告批评美国长期打着所谓民主和人权旗号 企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秩序 美国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和扩张 美国军事霸权酿成人道惨剧 美国经济金融霸权沦为地缘政治武器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大搞垄断打压、技术封锁 恶阻其他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 报告指出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和制裁中国华为公司 还炮制各种借口 围追打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已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 美国还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实施管控 强化出口管制、严格投资审查 打压包括TikTok、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游说荷兰和日本限制对中国芯片和相关设备与技术出口 美国还在对华科技人才政策方面采取双重标准 最后,报告还说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应该反攻自行 深刻检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放弃傲慢与偏见 摒弃霸权、霸道、霸凌 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称 加密货币交易公司将需要获得牌照才能在香港运营 并发布了拟议的新规 在FTS垮台后寻求更好的保护投资者 据相关理议规定 香港证监会将要求加密货币交易所 确保把客户存入的虚拟资产分隔出来 制定管控措施保障加密货币密钥的安全 并确保储存在线上钱包内的客户虚拟资产不多于2% 设立这些规则对于香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数字资产中心 可谓关键一步 香港证监会将要求所有在香港运营业务 或是向香港投资者积极推广其业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获得有效牌照 香港证监会目前正就定于6月生效的相关理议规则 征询反馈意见